川普在APAC结束后,非抵河内对越南展开两天正式访问,欧星社分享,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,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成为朋友是有可能的,如果此事发生,对北韩与世界将是一件好事,但不知道与金正恩会面是否会发生。 川普11日抵达河内访问,今天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进行会谈并召开记者会,他回复记者有关能否与金正恩交朋友的提问时人强调,不知道与金正恩会面是否会发生。 川普重申在南韩国会的说法指出,各国都应有阻止北韩威胁世界的责任并采取行动,他说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将再度谈到北韩问题。 川普还表示,在解决北韩问题上,俄罗斯与中国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。 陈大光指出,越南承诺严格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支持朝鲜办法无核化,越方将全力实现朝鲜办法无核化的目标。 谈及南海问题,陈大光表示,因与川普救南海近期的情况交换意见,双方同意在尊重国际法基础上,透过和平谈判方式,以外交与法律措施解决南海争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